歡迎繼續收看南島新聞 到今天來關心電池的大小數 四處本土疫情新聞 關心好行秀朋友的健康 早安頂副公共修家庭委會長 特別關注資助 主動切門撒困門 方便好好輸到進行 方業作業 讓你們有緊和安裝的方法 幫助好好做回來對控疫情 像小孩在來通過 主動切龍體溫的設備 那是運動車過過出現到警告 接下來要受到光臨 這次超頓庭 有說高修家庭委會長李光基 都是這個行動 為何會的方業來罷關 因為最近這個疫情 又來勢洶洶又緊土而來 然後復工國小 就還是用傳統的那種 手部的除菌 然後這種防疫門的話 它通過會比較快速 而且它旁邊有UVC的殺菌 會更確實地消滅這些細菌 更確實地測到這個溫度 面對著風業的工作 和每天幫學生來努力 兩半的體溫 它更是進入狀況 包括在市經濟的學校 會有老師第三個出院 可以來努力的體溫 現在有了這項的設備 有說郭秀議員說 花生可以多一段來保護 也有後來結成到進列加時間 除菌門 然後我們家長會的副會長 李光基副會長捐贈這個門 讓我們學生 在檢測體溫的時候 節省很多的人力 然後我們學校大型的集位活動 小朋友也可以利用這個門 或是說家長來參訪的時候 都可以利用這個門 來做檢測體溫 來做好防疫的工作 很方便 因為就是 不用像平常那個涼的氣這樣涼 而且也可以這樣走過去 知道自己的溫度 平常的門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會長涼體溫的門 然後就覺得很苦 對著本土也很高大 好 感謝家長的協助和關心 會繼續來努力的 各種風雨的措施 也會有講這 風雨的措施 進一筆好痕 確保住屬性的健康 記者的明星 差不多